花林市公所原住民族伴手礼研习系列课程原来是香氛蜡烛结业了 学员们把各种不同的蜡烛和精油香水排列展示满世生香 让人有着抒压安省的感觉 市长温嘉贤表示说透过课程安排 可以让学员增进新的机遇 也希望大家可以再精进 可以创造成未来有机会让自己成为市场上热销商品的新事业 15位学员完全是第一次接触香氛蜡烛 在专业讲师的引导师下 短短一个月课程居然完成相当具有水准的作品 让来自桃园的香氛达人相当惊讶 我觉得非常棒 因为第一次做香氛蜡烛 其实很不容易的是大家都跟得上我们的脚步 也不会因为说是因为陌生而觉得胆怯或是不敢尝试 像我觉得我们这次上的课程 尝试用了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元素跟材料 然后我的可爱的学员们 他们都能就是临时的发挥非常非常有创意 我觉得这次跟北部学员比较不一样 是我们花莲的同学比较愿意去尝试大胆的颜色 跟大胆的布局布置 甚至于是因为配合我们原住民的图腾 所以就是把韩式蜡烛带来一点原名风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棒 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看到自己的作品 同学们也很有成就感 我觉得很香很美 老师也很美 会很难吗 难我觉得挤花比较难 因为挤花的话你要看首饰 我觉得首饰不对的话 那个花就毁了 对 完成之后有没有成就感 有很有成就感 因为很美 非常的疗愈 我很喜欢这样的课程 而且又看到美美的 东西也美美的 对新手来讲或许有一点点难 但是你只要多做几次就熟练了 就可以操作了 学员们共同完成了十项作品 包括了手作香氛蜡片 柱状蜡烛 跳色茶蜡 马卡龙蜡烛 干燥花香氛容器蜡烛 还有水果千层蛋糕烘焙蜡烛 以及花卉蜡烛组装等 市长渭嘉玄看到这些作品 也感到相当的惊愿 我们经过一连串的课程的指导 我们要谢谢老师 用韩国的一个技巧 让大家能够来做相关的香氛蜡烛 那我们可以看到 学员所呈现出来的效果真的非常好 而且造型都非常特殊 那有非常缤纷的一个感觉 那我相信制作完了以后 这绝对可以到市面上去做相关的一个贩售 那我们也希望说学员也能够持续精进 未来真的成为能够贩卖的一个伴手礼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场的成品里面 每一个成品都非常精致 那我们也希望学员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们花卉士工所也会持续来开相关的课程 让大家不论是香氛蜡烛或手工蜡烛 手工罩的部分 都能够持续的来增加自己的技能 市长除了颁发讲师感谢壮汉学员们的结业证书 讲师也自掏腰包 颁奖表扬了最佳作品前五名的学员 大家第一次做香氛蜡烛就有如此亮丽成绩 每个人都信心大增 而市长温嘉贤也期许学员们要继续精进 制作更精美具有特色的产品 未来有机会可以成为市场上销售的热销商品 为自己开创新事业 这里会幻视报导